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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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不見我嗎? 我是羊咩咩 看不見我嗎? 因為我看不見我自己 有雪花 誰是雪花 有Unicorn 對 你們可不可以說說你們的公仔是甚麼 粉粉色的蛋糕嗎? 火車 火車? 火車船? 火車嗎? 火車那麼厲害? 為何這裡全部都沒有 幸好這個是錢 對 不是又不行 被人吸了你 我看到火車 這個 這個是衝來的 衝來的 Glenda你有沒有 我沒有開 沒有開 你不打算得獲獎嗎? 我覺得要突然答錯才獲不到獎 因為這題目是你疼的 我全部都中的 是 嘩 嘩 現在44個人 能不能等他們好呢? 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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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太辛苦 這樣拿著 拿開這個 可以嗎? 對 那我可以 你先曬回來 QR Code 對了 大家 麻煩 轉去QR Code的版本吧 因為你轉走了 他們就看不到 對了 謝謝 對了 看到QR Code就掃描了它 如果你正在用手提電話 看崇拜 快點關掉它 用電腦 對嗎? 用電腦或者電視機看 手機就用來玩Menti 哇! 多少人啊? 40 喂? 這麼多人呢? 47 47 是不是47 49 50 今天因為珠衣無大眼睛 所以她看的有些問題 對呀! 請大家多多見面 對不起 我是猜猜一下 51 看到51 52 52 今天Glenda是我的眼睛 基本上 對呀! 喂! 大家如果在YouTube 是不是 是 YouTube 可以寫下你是誰 是不是 告訴我們 譬如 哪一個是QR Code 哪一個是 你還想知道哪一個 哪一個是蛋糕 其實蛋糕也應該有特別獎 Pastor Jim 是不是到的 是不是 那麼認節 哪一個標誌 拿了蛋糕也有獎 可以嗎 我喜歡 我喜歡 是嗎 是嗎 在教會說 好像是沖頭才撿到東西出來 可以送 哈哈 限量版來的 對呀!限量版 OK 蛋糕 如果你是蛋糕 你在YouTube那裡認頭 可以嗎 有一件禮物出來了 OK Cousine 哈哈 哈哈 是不是真的 有沒有 如果大家 Scan QR Code 入不到的時候 可以打回那個連結 就是www.manty.com 然後打回下面那個代碼 進去 我讀那個代碼 我讀 48959025 對嗎 二萬 對 原來我真的軟視 哈哈 48959025 Yeah 先看看 現在多少人才會問 59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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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又掉到59 喂 有一個不肯定 你究竟想參加 還是不參加 你看看 看看 蛋糕 我真的很想知道 誰是蛋糕 真的嗎 Yeah 好 厲害 Louisa 我們今天的拋開手 是蛋糕 那你又 為何要拿特別禮物 哈哈 她拿了這個 其實已經給了你了 哈哈 還有漢堡包 我看到天牧入了YouTube 誰 Hello天牧 天牧 你好天牧 你是甚麼公仔 天牧你是甚麼公仔 可以在那裡回應我們嗎 站我 為何站我這麼大隻 站我 是不是有隻penguin 很漂亮 先看看 我又要看看 咦 為什麼掉下去 57 是否有人放棄了 拿不到蛋糕不要緊 我們還有其他禮物 你不用放棄 快點進來 看看 哇 神秘人 我喜歡這個樣子 對 神秘人 我結果仍未見到我自己的樣子 我現在正在對著 這個就是 噢 被漢堡包遮住了 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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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是甚麼公仔 你 有一個truck truck 讓我看你 嘟嘟嘟 唉 看到 這個有兩個truck 在這裡 一款黃色一款綠色 是嗎 這麼有趣 但為甚麼有三個彎 HELLO 它這有了 HELLO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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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還有什麼公仔 我想知道的 或者Glander你想知道的 有什麼 站我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站我 很大的肚腩 很大的肚腩 這個是Jim 哈哈 原來Jim也錄影了 我看到他了 還有四葉草 這裡很漂亮 Katy和Bunny 看一下 還有一分鐘 我們遊戲就開始了 你們快點 要Login就快點 哦 看一下 還有誰 鑽石戒指 Yvonne想不想要 很大的草莓 草莓 草莓 Doughnut 也有 兩個Doughnut 有三個 等一下 Alex Wong 你傳錯我的名字 這個 怎麼搞的 不要冒認人 不准冒認人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你這樣也知道 這麼厲害 Grander 又一身名 等一下 我回答Alex的問題 我為了避免所有組織的人 看到我們今天問題的所有答案 我們將它放在我自己的Google Drive 沒有人看到 聰明 除了Ju-Yi和Jim 其他人都看不到 但問題是 有一條問題 我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都不會拿到全眾 你放心 我們預備了一個驚喜 很害怕 你知道嗎 現在還有多少分鐘 答半了 答半了 那我們要截止了 讓我看看有多少人 為什麼會這樣 這麼神奇 變成54 剛才明明曾經去60 54 有五位朋友可能自動放棄 算了 那你們自己如果想再參加 都要等下年了 或者你在YouTube上寫答 我們也不介意 對不對 Grander 那我來的 是不是 按Enter 按Enter 我需要按嗎 不用按 等一下 轉一轉鏡 啊 忘了說 太開心了 Sorry 等一下有15條題目 是選擇題 很簡單而已 只有三個答案 一個答案是對的 那你除了要準確 還要快 是 那我們後面有很精密的程式 會幫你計算哪個最快 和最準的 在15條裡面 我們會有三個階段出分 第一個階段就是 在第三條的時候 就會告訴你 有一個 那些叫什麼呢 糟糕 忽然間忘記了 是Leaderboard 是的 看看誰正在戰勝 但是呢 中途又會有一個 最後當然有一個 最後 那誰是第一 第二名 剛才說了 會有轉的 讓他們看電話 對 那你們呢 最好呢 不要看著我們的YouTube Live 因為會慢的 延遲了 就與我們無關的 你們再看你自己的電話為準 OK 手提電話 那個screen為準 要快 又要準 那你就會得到高分的了 我看到匹匹說他不能進入Menty 你可以嘗試打 www.menty.com 這個網址 然後再進入我們頂頂的那一條 那個曲 等我來 驗眼的時候就到了 48959025 對不對 有70個人 好 那我們開始了 來了來了來了 喂 狐狸入了 好 預備第一條 第一條 第一條 準備啦 第一條是Light Church的中文名 很容易 雖然 在come up with這個中文名的時候 用了很多時間 第一個答案是 麗光教會 第二個是 強光教會 第三個是 李光教會 到底答案是哪一個呢 那給大家一些提示 Jim就是姓李的 3 2 1 記得答啊 大家 現在 好 是全部人都答對了 我答錯 全部人都答對了 我忘記了答 下一條問題 是 question 2 給點精神 給點精神 來了 很快很快 教會的地址是什麼呢 我也可以給大家一些提示 在櫻光大廈的 OK 哪一層呢 哪一層呢 第一 就是櫻光大廈的九樓 第二 就是櫻光大廈的十樓 第三就是櫻光大廈的十一樓 而我們最想的就是櫻光大廈的地下 那就不用回答了 對嗎 時間 耶 喂 現在是真的錯 竟然 可能未來過實體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下次別錯了 知道嗎 第三條 很緊張 第三條 哪一個不是 不是我們團契的名字 不是 第一 激光團契 第二 美光團契 第三 強光團契 其實我很喜歡某一個名字 是啊 哪一個團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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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不是我們團契的名字 是啊 我們暫時只有兩個團契 我應該錯那個答案 改善 麗光團契 對 強光團契 暫時不是 不過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下一個 是七十後 即是七十歲後 即是七十歲後 挺好 不是七十 好了 現在有個Leaderboard 我們先看看 竟然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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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站好 然後是Vincent 然後就是 籌棋 然後薑蔥 金柱說 不要做馬 收到球是誰 Sherry Yvonne Yolanda Yolanda加油 還有誰 這個 Moka Moka 大家記住 我們的遊戲是鬥快的 還有鬥準的 鬥準的 鬥快的 那我們又來了 第四題 不要後悔 你們 第四題 那些不是叫後悔 不要氣餒 不要氣餒 第四題 Pastor Jim的中文名是什麼 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有三個選擇 第一 李國明 第二 李桂華 好像是李桂華 第三 我最尊敬的 李斯敬 是呀 你們選吧 你們覺得 Pastor Jim的中文名是什麼 李國明 李桂華 還是李斯敬 全部都答對了 等一下 我看到YouTube 有人問一些問題 可不可以深一點 那一個是我們的執事 但我們剛才看不到你的執事 你有沒有報名的 對 她的問題很遲 不過她比較遲鈍 OK 或者答案深 是嗎 來吧 再來 這個 第五題 其實我弄了這麼久 一題都還沒回答 這個厲害了 一定要由我來問 Glander的年齡是多少歲呢 一 零至二十 二 二十一至三十 三 三十一至四十 這題最大的提示 是你答錯Glander是會生氣的 究竟 小心的作答 我最大的提示 最大的提示 你年十八歲 我好像答錯 Time's up Glander 你答錯了 你們答錯Glander是會生氣的 說錯了 待會請你幫我查一下 哪一個答案 拿出去打 找個十五個人出來 好 第六題 第六題 厲害了 這個難一點 天目的兒子究竟叫什麼名字呢 在二月十九日光的啟示 裡面有看過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立刻按回二月十九日那個送貸 在二十三分鐘那裡 對 你看看 第一是黃信賢 第二是黃桂華 第三是黃信賢 是否這樣讀 是啊 是啊 那究竟是一二或三呢 等等 嘩 為什麼你們這麼聰明 還是真的有看崇拜呢 天目 你有沒有答錯 如果天目答錯 就真的很好笑 我剛剛師母會打他 好 第七題 好緊張 第七題 台上面 就是這裡 大家可能暫時看不到 有一張白色的桌子是怎麼可以的呢 一 就是搭升降機的時候 看到他 Hello 這樣 第二就是走過的時候 什麼 看到底買買了 看到底買買了 第三 第三 就是阿Jim自己用一些木砌出來的 咦 好像阿Jim砌東西也挺厲害的 是啊 轉東西更厲害 OK 那十字架是他砌出來的 噢 真的有人猜是阿Jim砌出來的 證明阿Jim的木工真的很深受大家的信任 其實不是的 在升降機那裡撞到他 Hello 真的坐升降機的時候 我們上升降機12樓 然後就拿了 OK 好了 再來 再來 第八題 大家 專心一點 哇 台旁邊的鋼琴 那個布是甚麼顏色的 蓋著鋼琴是甚麼顏色 紫色 黑色 紅色 我看到現場有些人特地看那塊布 那塊布 現在不在鋼琴上面 大家要留意 紫色 黑色 還是紅色呢 看看你們平日崇拜有沒有專心 蛤 真的沒有專心 我們平日會藏起一塊布的 因為 好 好 專心 對 答案就是 紫色的 又來了 希望這條更深一點 可以 我覺得這條很深 一定很深 有甚麼不是榮幸的呢 神 Glander 還是英許呢 這條是Pastor Jim指明要出的 對 甚麼叫不是榮幸的呢 這是第四個答案 挺好 雞人 等一下 誰答神 誰答神 你有沒有看清楚題目 是否有些人特地不想拿這個禮物 請幫我查一下這條是誰來的 要Compulsory 聖經堂 阿三 好 第十題 是否有個Leader Board 不是 以下哪一首歌 不是 是Light Church原創的 這個很厲害 第一 以財雅樹 第二 我要一心稱謝你 第三 普天下 當向下歡呼 第四 若不是夜和話 第五 小朋友才做選擇 我全部都選 究竟是 哇 這題分出勝負了 原來是五才對 其實我們有四首歌都是由我們的 二方原創的 大家可以嘗試在我們的敬拜中 找回那首歌出來聽聽 我現在想考考Glander唱其中一首 開玩笑 應該是Leader Board 沒有了過Leader Board 先回頭 等一下 沒有過Leader 她可能已經分出勝負了 算了吧 好 第十一題 麗光行 傳承多少公里 即是去年 去年我們走過 這個叫什麼 港島京 是多少 我有給大家提示的 是 很長的 很長 不過我沒有走過 第一 就是40至50公里 第二 就是50至60公里 第三 就是60公里以上 提示就是很長 很長的 竟然有人覺得 我聽到那邊有人大喊 是不是答錯了 慘叫 好像 是啊 聽說是64公里 聽說是64公里 不要緊 有Leader Board 是否還是佔據第一位 還是薑蔥 還是誰 娜娜 好像不是第一 啊 啊 啊 大洗 第一個是 Love Sight 第二是 Vanginia Wong 第三是 Sherry 第四是 Evonne 第五是 還有Ida 還有Sis3 三姐 Kimchi Chloe 薑蔥 你搞什麼 剛才說我們的問題很簡單 原來她在排在五十幾 對不起 真的 好 我們再下去 來吧 時間關係 我們要快一點 第一個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隊 第一隊 應該是第一隊 也是目前唯一一 選九首夫婦名稱 就是Ban & Jessica Ban & Jennifer 和Dan & Jennifer 哪一隊 才是呢 我覺得一定是Ban & Jessica 我覺得一定是Dan & Jennifer 到底誰呢 給大家提示 挺美麗的 哦 有人答錯 麻煩 給我調查一下 大家要記住 是Ban & Jennifer OK Bango 和Yenne 和Yenne 她們去了澳門宣教 沒錯 很想念他們 我也很想念澳門 以下 哪一個不是Light Church未解之迷呢 第一 第一是藍廁洗手液 第二是 終於怎樣可以這麼漂亮的 第三個是 這杯到底去了哪裡 竟然 這條不是我出的 大家 我不會這麼驕傲 那我要看清楚這條題目 不是MC未解之迷 我不懂得答 我要解一解 我要解一解 因為藍廁洗手液的原故 就是在初初開堂的頭半年 我就發現 當女洗手間已經換了幾次洗手液的時候 我就發現 為何藍廁還未需要換 還有大半箱 這是其中一個未解之迷 第二個未解之迷 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今天還未找到 到今天這一刻我還不知道 我的杯到底去了哪裡 那解了之迷呢 剛剛答案就是 因為中醫真的很美女 不用解的 這些是嗎 謝謝 待會請你吃東西 感謝主 所有答對的 麻煩在YouTube那裡寫一寫 我個別找你們 好了 第一屆浸禮 這條比較難一點 日期、地點、受浸人數都要對的 1、1、2、2、6、6人梅窩 1、2、2、6、7人銀礦灣 1、2、2、5、6人銀礦灣 你們選誰呢 1、2還是3呢 究竟在哪裏 有多少人 還有哪個地點 沒錯 就是12月26日 7個人在銀礦灣 我想說銀礦灣 銀礦灣 銀礦灣要從哪個海裡走 是銀礦灣 又來又來又來 現在有幾條 最後一題 大家覺得是否刺激 應該挺刺激的 最後一題 LC的Vision 做人最重要是有異象 教會也有異象 第一 Light Troubles Light 第二 PrayPrayDuck 第三 Like Troubles Like 我就覺得 PrayPrayDuck比較熟 我喜歡Like Troubles Like 因為我們經常都是這樣 但是Light Troubles Light 會不會是呢 不知道 聽到沒有人答錯 我很感恩 沒有人答錯 PrayPrayDuck 除了Shim的中文全名 之外 唯一全是雜族的一條 很感動 大家都知道LC的Vision 我們緊張的時刻又到了 究竟最後誰姓誰庫呢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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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Love Sight是第一 第三 第三是Evonne 第四是Nana 不是Ida Kimchi 薑蔥 Virginia 然後是誰 Chloe Sherry 即是說 Love Sight 和Pray是有獎的 竟然Pray哥哥也有獎 陪哥哥以前是不是經常拿獎 對 經常去兒童部那個Menty那裡玩 哈哈哈哈 和小朋友爭 是啊 好了 開心的時間 還有 我們遊戲時間 剛剛完了 沒有了 提提 Love Sight 這位不知弟兄姊妹 記得用盡你的方法去聯絡我 否則 你那份禮物 可能會順見到第三位 Evonne 對 那我述言第三位 Evonne會有禮物 那就提提你記得 是的 趕快聯絡我 陪哥哥會聯絡你的 你放心 用你的方法 讓我去總機也好 在櫻光大廈十樓親自來找他 對 Facebook聯絡到我就可以了 是 OK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京派隊 在這裡 變出來 給我們 哈囉 大兄姐妹 歡迎大家 跟我們一起敬拜 今天是Light Church的一岁生日 我们满心欢喜来敬拜我们的神 无论在哪个地方 我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去敬拜 the lord of love Jesus is our Lord He'r is reigning here We declare his kingdoms come Darkness has to flee He'r is holy light zeleprate the lord of love All terenschaft 信 He'r the oceans roar Let the earth proclaim that Christ is Lord All creation sing Hear the oceans roar Let the earth proclaim that Christ is Lord Pray your happy heart for the heart of joy Celebrate what God has done Join a song of praise as we gather here Celebrate the Lord of love Jesus is our Lord, it is reigning here We declare His kingdom's come Thine has to flee, this is holy night Celebrate the Lord of love All creation sing Hear the oceans roar Let the earth proclaim that Christ is Lord All creation sing Hear the oceans roar Let the earth proclaim that Christ is Lord Hear the oceans roar Tinco, you are truly a powerful God You are in this year Join a song of praise as we gather here Celebrate the Lord of love Jesus is our Lord, He is reigning here We declare His kingdom's come Darkness has to flee in this holy night Celebrate the Lord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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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brate the Lord withgroup Celebrate the Lord with pourtant Celebrate the Lord withanten Cearem's come Ce cercando a rose Ce generations seiren Celebrate the Lord with Cebrigl這樣 Cebrigl现在 seiren 那些爱她的白心 那些眼睛未曾看过了事情 还有多未曾听过的事 伸起心底还没有想过的事 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她的白心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情直到永远 她的答案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情直到永远 她的答案永不变 在诗篇145篇1-3节 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 我要天天清重你 也要永远远远赞你的名 也说本为大该受大赞美 期待无法测度 八支十节 也说因为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也我说现代万民 她的慈悲 福悲 她一切所做的 都要称赞美 那些眼睛 未曾看过的事情 还有耳朵 还有耳朵 未曾听过的事 深知心里 还没有想过的事 上帝在预备 给那些爱他的白心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恨不至今 直到永远 它离它来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恨不至今 直到永远 它离它能永不变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恨不至今 直到永远 它离它能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恨不至今 直到永远 它离它能永不变 天父 多谢你 这一年你给我们 经历到你的大能 经历到你的慈爱 经历到你的奇妙 经历到你的真实 多谢你 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 给我们一个教会 给我们一个地方 来敬拜你 给我们一个群体 去一起敬拜你 这一年里面 天父多谢你 你给我们有茶经班 给我们有浸礼 给我们有去CAM 给我们有团契 给我们有两队 敬拜队 给我们有多一些staff 给我们有很好的童工 给我们有SV 给我们有营生 给我们有代桃队 天父 多谢你 你的慈爱 无法测动 将来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 我们有信心 天父 你会继续带领我们 求来都帮助我们 给我们在你外的家里面 继续去成长 未来可能还有很多困难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有信心 我们在你外里面 我们会满足 我们有喜乐 有你 我生命不一样 有你 我生命才远朗 有你 我生命快乐 我生命快乐 有你 我生命快乐 有你 我生命快乐 我们有你 我有满足的喜乐 有你 我有满足的喜乐 我 祷告 你是 我 艰苦 彼 难 缩 我 赞 美 你是 都 永远 有你 我 生命 不一样 有你 我 生命 在人难 有你 我 不害怕 困难 有你 我 有 满足的 喜乐 我 在 身处里 求 够 你 你在 天上 听 我 祷告 你是 我 艰苦 彼 难 缩 我 赞 美 你是 都 永远 太阳 海战 月 亮 海 彩 愿 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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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碧 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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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 尤 尤 尤,尤 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安静自己 去数算一下 过去一年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了几多奇妙的事 这一年 神在Light Church 做了很奇妙的事 这一年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真真实实 我们真是 亲眼 见到你 有你 我生命不一样 有你 我生命在 有你 我不害怕 困难 有你 我有满足的 喜乐 我才 身处里 求告你 你在 天上 听我 祷告 你 你是 我坚固 比 难受 我 赞 美 你知道 永远 太阳 还 穿 月亮 还在 爱 愿 愿 有 尽 为 你 直到 温暖 我 从前 风 万 有 你 现在 我 经验 看见 你 太阳还穿 月亮还在 愿有尽为祢知道完蛋 我从前 风吻有祢 现在我亲眼看见祢 我从前 风吻有祢 现在我亲眼看见祢 天父 多谢你过这一年 带领我们 带领Light Church 去经过很多不同的艰难 也尝过很多不同的因点 天父 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带领Light Church 教导我们 要敬畏你直到晚多 未来的路 天父交给你 知道你会看着 也帮助我们 帮助教会 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发光 求你圆纳我们 敬拜 祈祷奉耶稣命求 Amen 带领箴 Hello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你参加likechurch的崇拜 转眼间我们已经一年了 我很想在今天一个堂庆的大日子 除了有游戏 有广道 有敬拜之外 我特别邀请了两对的大英姊妹 有一个分享 为了帮助我们处理整件事 她的分享已经录影了 也想在这里多谢那四位大英姊妹 也多谢我们的姜冲哥哥 因为她帮我们剪接 首先也介绍一下那两对大英姊妹 是哪四位大英姊妹 稍后会见到的名字 不过很快就走了 第一对大英姊妹是Sue和James 可能大家未必很认识 她们通常回来都是坐在我的左手边 很安静地崇拜 但她就是头两个落水 在12月和我们受浸的一对大英姊妹 另外两位就是 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大英姊妹熟 就是以前旧教会的大英姊妹 Roy和阿珊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她们 其实我就是在某个平台里 就看到有人讲到 那边多数都是十多分钟 变成了又看到那些猫猫走来走去 那些猫猫都很静止地聆听 那我又跟着就一直跟着来看 那到之后就发现了 有一间新开成立了的Light Church 那我又尝试去翻一下 那接着我就发现了 里面那些弟兄姊妹很热情的 那大家都很开心的 那我又发现 就是我翻了之后 就试下上那些的茶经班 那在茶经班里面呢 那我们上完顺拜 就跟着上茶经的时候呢 大家都很合作 很快趣地搬带那些桌桌啊等等啊 清洁啊 就是大家都很快速 就是没有任何人的指令 就是大家都很互助 那我就觉得很有吸引 没有任何一个信息 就大家都可以自动自觉 那直至我回到Light Church 那我就每个星期都回去 尝试听一下道 那我当我听到的时候呢 我突然间感觉呢 就很大的 我觉得呢 他给了个信息呢 就是说着爱 那这个爱的时候 我那个感受就是 好像突然间 他好像空气那样啊 那好像是必需要的空气 那所以我觉得啊 那我又看到 是啊 那我领悟到就是说 爸爸妈妈啊 小孩子啊 身边的朋友啊 那所有人呢 其实都是需要这个爱的 那变成了我之后呢 我就一直都回到Light Church 我也都很喜欢在这里 感觉是 Light Church 很温暖 那这样 听那些道理呢 和唱歌呢 都令我自己的心情可以舒缓 那这样平时 我自己本身做事都很执着的 有些东西做得不好 我都会很挑剔 但是妹妹呢 就是不是你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很多人会合你去做嘛 那变成了大家 工作上来都很辛苦的 那样就 在经过在Light Church的 参与几次的崇拜会呢 那自己这个心情开始 就放松了 那样兼自己开始 就再看回自己 看东西不会看得那么 那么准啦 我就因为回上崇拜 那之后就 就是我感受到那种爱 那我就很 其实我之前缺制了 但是呢 一直都是没有机会到 我可以真真正正成为一个基督徒 那在Light Church的时候呢 那我感受到很大 那我觉得神的爱真的很大 那也都被我感受到的时候 那我就很决定 很非要不可 那就要去领洗了 那我跟我老婆回来 Light Church 都是这样接触的 那刚刚 在 就是回了几个月 你们就有这个 浸礼班 那我再了解一下 浸礼班的 权益是什么呢 那就是 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正的基督徒 那我发觉回到Light Church 对我本身的人 影响都很大 那对我自己都 我性格都有一些 不好的地方有改变 那这样 就是适逢有这个浸礼班呢 我就决志去 他真正正成为一个基督徒 去加入浸礼班去 那就是 就是这样的原因 去加入浸礼班 浸礼那一天呢 其实就真的 天气呢 就是都很冷的 但是呢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个人呢 就真的太过开心的了 那我和沿途呢 看来搭船 进去呢 沿途看到那些弟兄姊妹呢 都是有一个祝福啊 恭喜我 那种 那我开心到 我觉得那种 感觉呢 不是冷的 是真的有种暖流 我都很感谢 神的恩恬 沿途都给我有这个参与 那一天真是很开心 那我开心到 已经是所有东西 都是不记得了发生了什么事 那但是我也都很感谢 那现在我记得 阿娟娜带毛巾啦 那我又是 就是搞到那些姊妹呢 因为她们借的房子给我去 要充身啦 那整个洗手间都是沙啊 那那些姊妹呢 那些姊妹呢 就是会遮风筒啊 那甚至是阿威啦 她有个拥抱啦 祝福我啦 那其实大家那时候 都是未太熟悉的 因为大家都 因为疫情之下 戴着口罩啦 那那个感觉 是我好像真的 重新那样 那其实 在那段时间都 香港不断地 冬啦 安途降低啦 原本预测 那天都是11度啦 真是住的 祝福啦 那天 比预期高了3度 那样14度 应该其实都 应该是寒冬啦 但是在 碼头 出发到银行湾呢 我过程里面 都是感觉自己 都是 都不痛的 都很温暖的 都很温暖的 那样就 直至 换衣服下去 浸泥了 开始 那样就 只是落水那刻 突然间 就是很冬 但是呢 一浸下去呢 基本上 浸的过程 和上岸 都是很温暖的 那样 多谢我小学同学 那她常常都会在身边鼓励我 那我也都很多谢 Light Church的弟兄姊妹 因为她们的热情呢 她们的快乐呢 都带到给我了 那甚至 我也都多谢阿詹 那虽然她常常都叫我不要多谢她 那但是 我真的要多谢她 一句而已 Grenda Grenda 是啊 我也是这样 那我要多谢Grenda 因为Grenda 真的 让我看到她 是很忙中有罪 那我就很欣赏她 有时候 譬如说 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 譬如说 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围着她 她说 Grenda 你怎样 怎样 但是她都很冷静地处理 那她也都有一个 就是 就是 小小的讨告 是吧 就求主去帮助 那但是都很顺美地做得好 Grenda 都很 很厉害 我觉得她 多谢 Light Church 所有的 弟兄姊妹 所有你们 阿詹 和你的 和 帮助 帮助 很多 不用帮助 那 因为你们提供一个 真的每个星期都提供一个平台 无论是实体 網上 都给我们一个机会去 召唤主 除了关注香港 还有国际事业 我们都 就是 就是不是很 关注的事情 不是说 只是很局限 某些地方 某些地方 某些人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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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没有阿蘇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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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么说 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它是 带着我 去接触 Light Church 我也在Light Church 里面 得到好深的感受 这样 我也祝福Light Church 可以继续健康地发展 这样 这样 继续提供多些平台 给这些弟兄姐妹参与 例如 你们会做到一些关注的细社群 这样去帮助他们 无论是出钱 出力 这样 在这方面 希望Light Church 继续努力 多谢Light Church 让我看到的东西 是更加真的 很广阔 所以 真的不只是 自己 就是身边的人 甚至是 不认识的人 都应该要有这个关注 那我也 恭喜Light Church 一岁 是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恭喜 我叫Roy 我是做消防员的 我回了教会 大约五年左右 差不多五年了 那时候在拍拖 有一天突然间 就问我 有一件事想问你 但是我未知什么事 他就说 好啊 去吧 原来我太太想 那时候的女朋友 就想带我去小组 哈啰 我是阿珊 我是Roy的太太 我本身是做和 舞台服装有关的工作的 我之前是 在同福堂 回了很多年 教会 由同福堂Youth 一直回到 上成人区 一直都稳定 有小组 那我就由15年 开始回教会 15 05 05 05 我想10年左右 然后就 真的对这个信仰是认真 结婚之后 那一天 第二天的早上 我太太就问了一个问题 问我信不信耶稣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都很可以信的 有原因 为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经历 很多事情 真的不能解释 我没有说一个 时刻 我要和自己说 好 我要转教会 反而是 由知道 Light Church 要成立 那我就 没有想些什么 但我很想去帮忙 很多大大小小的事 我都会想帮忙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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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想去帮忙 因为我知道 做这件事很不容易 但是呢 慢慢参与 一样 一件事 慢慢参与 我就成为了Light Church 就是Light Church的一部分 晚上有试过和大家 Dixon和Eric 他们一起在做电电的东西 我不太懂 我是辅助帮多些 整理喉 搞这些搞老 接着还有试过 买料上来游场 批灰 大家十几个弟兄姊妹 就回来帮忙 清洁 清洁 橙玻璃 掃地 抹地 清洁 不是一般大素材 会做的东西 因为它本身是很确实的 最深刻的是 在教会外面的一间房子 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进去 那间房子 是很像床丝角 所有场 专场之间 是被捆掉黑色和发毛的东西 它真的好像做底床丝案的延场 大家都有一些强步 我心里觉得不行 但是 都要做的 这样 那一刻在 Live Church 去做这件事 我会觉得是 摩托金心乐意 我是很愿意去做这件事 很愿意去 为这个 家里去 打理所有事情 大大一点 任何事情 我都很OK 所以就去做这件事 我记得那时候 差不多完成了 在那里也拍了张照片 拍下那十几个 弟兄姊妹一起很努力去做这件事 那个画面 我觉得都挺感动的 圍着说都走了一圈 一个 我自己本身都很想做的创举 然后刚刚教会游就更加好 一起走 这间教会 规模小 有规模小的 大家其实是很 相对很近 在教会里面 大小事务 都是 大家看到就来 看到就做 大家很自动 然后 这个自动 是连关心人 都是非常自动 就是我很感受到 因为我又在 Light Church 做营生 我是很感受到 在营生 营生 里面 不是好像 大家很有规划 分光 而是大家 看到就做 有什么需要 立刻去帮忙 另外一个就是 听道 我觉得这个 也是在这个教会 很重要的一环 GIM 经常都说 可能有些人 听道不喜欢 就是太坏 他会觉得 听道是难听 但是我自己 是很喜欢 听那些很难听的道 因为我会觉得 信仰在神里面有成长 我会觉得 如果每次都是 拖着 疼着 去 去说一些 事实出来 其实是很难有成长 反而是每次 一贯一贯 扮下来 你知道 其实这样 是不行 有这个斥分 反而是 可以成长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成立的宗旨 可以随时去哪里 都可以 是教会的地方 就算是 我们家 即是小祖祖元 家 或者两个人 在一起 都可以成立第一个教会 这是我曾经听过的 其中一个很新的感觉 因为他不会被一个地方 近死了 那个地方 告诉他 这个才是教会 你回去才真的听到 你才真的 去那些 认识兄弟姊妹的地方 不是这样 真是一个很好的 神仰安排 有一个机会 被我在Light Church 搜集 那时候 重复的时候 有想过的 之后 转了过来Light Church 一班兄弟姊妹 大兄姊妹 小祖的人 都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在这里 受证是一个很开心的事 所以 我也都决定 在这里受证 发觉 其实 一个很好的投机 就是 我既然回到这里 也可以成为第一届 一个很好的荣耀 很开心 最大的感觉就是紧张 然后很多人 那天受证 那天都问了 那天浸不动 身体有震 但是那个震 是紧张的震 多过是冷的震 紧张的是 心就快到了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 然后看着前面的弟兄去浸 那个心情有些感觉 像是当年去玩跳散的感觉 看着那些人 一路一路在飞机飞出去 那个感觉 但是眼前的人不见了 那个感觉就是这样 我首先要多谢我太太 因为我是因为我太太 认识到我太太 所以才回到教会 认识到主 我多谢小组的 是令到你会想继续回教会 回小组去 那我们小组是 是直接好像加了余胶粉 我觉得是影响得很好 多谢主 多谢主 让我认识他 如果说看Light Church 那说真的 最多谢一定是Jim 除了Jim 很用心地说了很多道 还有他很着急 每一个弟兄姐妹 这个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事 是他真心着急 每一个生命 这个是大家都感受到的 然后呢 我很想多谢 营生组里面每一个 就是一些博物店里面 曾经有分享过 那我之前有段时间 曾经有 抑制 那其实我有点 有些时候 会很怕见到人 就是很怕见到大班人 状态上 好像很不适合做营生 但我又很想去帮忙 所以觉得开始 越来越变得很好 那这个状态是因为 每一个营生组里面的 同学 他们很 就是大家互想支持意识很强 《传道书》三章一至十五节 就是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Light Church 一路的宗旨就是 预计了将来 可能要旅行光 那我会觉得 在神里面 Light Church 建立有时 可能旅行工作 都是有它的时间 就是当我们还有实体教会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珍惜 当我们没有实体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互相支持 有一句经文我一向都很喜欢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学什么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升于饮食吗 身体不升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料 不中也不收 也不存即在仓女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被非料归众得多吗 那这段经文里面 其实我很喜欢 那其实就是说 神连天上的儿子 他都会养活 那何况他那么爱我们呢 第一次听我已经很有感觉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 就算我们不做 神已经有一定的安排 那好像Light Church 那我深信神有自己的安排 你好 今天仍然会有港道分享的时间 今天是唐庆 因为一年前的今天就是正正复活节 受苦节的崇拜 刚刚足足一年 那当我预备港道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原先是想着简单一些 短短的15分钟 短短的不是求求其其 但是当我自己一路 很快就已经想到 很想说 《约书亚记》第四章 《纳石遗记》的一个段落 但是当我一想起 预备的时候 我就会发觉 其实是不能短短的 但我也不会很长气 因为其实里面的内容 是很丰富的 我觉得上帝很大的 配合就是令到上个星期 你记不记得冰姐港道讲哪一段 不记得 有没有听听 有听的吧 约书记第三章 我真的没有跟她夹过 她讲第三章 那我就讲第四章 是刚好 所以平时通常回崇拜 都会跟弟兄姐妹说 找到个位置 舒舒服服坐好 坐回来 去听道 今天不是的 今天我会提醒你 你要坐直 和去听 因为这段经文 当我自己去领受的时候 我很肯定 上帝不只是跟我说 也都是跟教会说 也都是跟你们妹妹说 一开始我们会看一下 整段经文的来龙去脈 先 那可不可以出个power point 麻烦 上个星期就讲第三章 就在河的右手边 就是河东那边 就讲他们准备过河 和过河的经过 今天就讲他们过了河 上帝就叫 在约书亚里 找些人在河中间拿十二架石 然后就在你们今晚安营的地方 就是吉甲 你看到有白色字 在那里安营 到你们准备好的时候 就打第一场仗 就是耶利哥 那经文呢 我们一起读了 当全国都过了约弹河 耶和说对约书亚说 你要从百姓中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个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从这女从约弹河中 祭司脚站 稳稳站立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一起带过去 放在你们今晚住宿的地方 你记住 已经过了河 如果我们根据中文译本的说法 他们已经过了河 那是约书亚 上帝跟约书亚说 在那个位置 你叫他们走回河的中间 OK 叫他们走回河的中间 接着呢 经文继续说是怎样呢 他说于是 约书亚召集了他 从以色列中所选的十二个人 每支派选一个人 约书亚就跟他们说 你们要过去 去到约弹河中 耶和说你们上帝的约柜面前 按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 每人取一块石头 刚在肩上 这个石头在你们中间成为记号 我特别尖了 刚在肩上 我想你想想这个动作 放在肩膀上 就是我常常想 如果上帝叫 譬如我来当 我是约书亚 过了河 接着我就叫Glander 帮我去河中间 拿一块石 我们今晚纳石为基 我常常觉得 他应该是拿一块这么大块 好像面包 小小一块那样 当他说刚在石头 其实告诉你们 那块石不是真的太小的 就是不是一块 那么小小小小的石头 可能都有那么多份量 但又不会大到一个人拿不到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 其实他告诉你 那个石头的大势 除此以外 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看到一篇文章 是高敏显牧师写的一篇文章 他那里就强调了 那个光字的意思 就是什么叫放在肩膀上 他说看回《文数记》第十三章 其实都有类似的技术 就是说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派了十二个探子去那里 去规探的时候 记不记得他们找到些什么 有没有印象 今天难得有现场的敬拜队 没有 他除了看到那里的人很大之外 他还在那里剪了一挂葡萄 他说那挂葡萄很大 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物 一起拿回来的时候 是两个人用一条杆 降着回来 原来是同一个字 就是用肩膀顶着拿回来 跟现在我们约数下记太四章 看是同一个字 那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昔日 十二个探子 他说明应许之地的祝福 或者福气是很真实的 今天这十二个人 十二组的十二个人 在约弹河中去干石头回来 同样都是说明上帝的真实 那经文继续说是什么呢 他说石头在你们中间做记好 他说日后你的子孙问你们 这些石头对你们有什么意义呢 你就要跟他说 因为这些就是因为约弹河的水 在耶和华约柜前中断 约柜过约弹河的时候 约弹河水就断了 这些石头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记得有个约柜 等一下会再讲约柜 第八节 他说以色列人就照约弦雅所吩咐的做 按他们以色列支派的数目 从约弹河中拿了十二块石头 正如以后说 吩咐约弦雅的将石头带过去 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 就在那里同时 第九节 他说约弦雅另外将十二个石头 放在约弹河的中间 就是那些台约柜祭司所暂立的地方 直到今天石头还在那里 为什么要隔着这一节 因为如果你有机会 你查经看识经书 就会有很多个讨论 到底有多少堆石头 如果看中文的翻译有多少堆 两堆 第一堆就是说在河中间拿 就拿去吉甲安营的地方 另一堆就是约书抬回去祭司那里 是两堆石头 出现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后面那句 直到今天石头还在那里 对于很多人看 就是为什么你在河中心 摆了十二块石头 然后当河水返回原位的时候 你仍然看到那些石头 是不是搞错了 有很多讨论 有些说是一堆 有些说是约书把石头 首先放在河中心 然后再吩咐那些人 在河中心那十二块石头 搬去吉甲 所以由头到尾只有一堆 所以你有机会读不同圣经的译本 你会看到有两个不同的演绎 有些说是两堆石头 有些说是一堆石头 但我没有答案 但我想表达 重点不是多少堆 重点是祭司的脚前面 他很刻意告诉你 你不是在求其河中心 执十二块石头 你去回祭司 台约柜的祭司的脚前面 拿 就算真的有第二堆 约书亚都是摆在 台约柜祭司的脚 所站立的地方 这个是今天我们其中一个重点 我们看看预下的圣经 他说台约柜的祭司 站在约旦河的中间 直到耶和说 命令约书亚 告诉百姓一切事都办完为止 正如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 于是百姓急速过河 全体的百姓都过河的时候 耶和华的约柜 和祭司裁过去到百姓的面前 里面人加德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 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面过去 约有四万带兵器的军队在耶和华面前过去 到耶利哥的平原准备上阵 在那一日耶和华使约书亚 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 在他的一生连日百姓敬伏他 将从前敬伏摩西 这段经文特别提到有两个半支派 就是里面加德和马拿西 说他们都一起过河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回这个图 就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分地的图 其实马拿西加德和里面 是在河的东边 其实他们已经到了 不过摩西就跟他说 你不要这么自私 这是我家的 总之说你不要停在那里 你要一起去打这场仗 你们十二支派要一起打加南 打完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去约旦河东 你自己的家园 分给你的地方继续生活 所以就有个这样的背景 去到第十五节 他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吩咐台发跪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 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 你们从约旦河上来 台耶和华约跪的祭司就从约旦河中上来 脚掌一落干地 约旦河的水就流回原处 仍旧障满两岸 当日是十月初十 正月初十 百姓从约旦河上来 就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安营 约书亚把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十二块石头 纳在吉甲 对以色列人说 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要让你们的子孙知道 以色列人曾走过这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干了 直到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 直到我们过来 要使地上的万民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亦都要使你们天天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二十四节的经文其实都不短 通常在教会讲道 读到二十四节经文读完 就有一半是这样的 我就知道哪位男士有脱法的危机 所以如果你不想让我看到 就精神一点 经文到底说什么呢? 他是不是只是记录这件事呢? 或者他说纳石遗迹 其实有没有一些熟灵的意义? 或者有没有一些事情 当我们细心看的时候 其实值得我们思想的呢? 纳石遗迹其实是 古代近东的人一些文化 他们通常遇到一些大件事 就会纳石遗迹 例如 譬如和另一个族裔 签订了一些协议 那时候就不流行写 那些协议 或者丢个玉璽 或者签份文件 那时候就没有这些 那就搬一块石 大家看到这块石 就记得我们的协议 这些文 也同时 求告他们信的神 在当中作见证 所以纳石遗迹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事 或者古代近东的文化 常常都有的 面对一些大件事的时候 就会纳石的了 通常的结论就是 当些不知道的人经过 就是一个机会给你解释 到底发生什么事? 故事是怎样的 其实去到我们现代 我们都经常有纳石遗迹 举个例子 一些纪念碑 通常是纪念一些事 或者一些人 现在就算不是纳石 都可能有一个公园 你有没有去西环有过什么公园? 孙中山公园 那为什么要叫他孙中山公园? 是不是他在那里住过 其实我不知道 但是遗的是纪念他 OK 又或者可能你看到一个战争纪念碑 第二次大战 香港有一个战争纪念碑 其实在哪里 你知道吗? 香港是什么? 是的 我知道那个叫冰球花园 现在不知道叫什么 香港动植物公园里面 有一块这样的东西 我看照片 可能我有些东西错 那些东西错不要紧 圣经不要错 垃圾遗迹的原因 是为了纪念 为了传下去 为了以史为监 那我想问 《约书亚记》第四章 他纳石为什么呢? 以史 历史 是的 《约书亚记》第四章 他纪念什么呢? 第一个答案 我想读完这段经文的人的答案 《纪念以色列人越过越淡河》 《纪念他们过河》 《纪念他们过河》 是吧? 没错的 对的不是音 放心 不是音 但我想我们很仔细去看回 第三章 第四章 到底发生什么 到底在整个过河的过程 我想你问一个问题 谁是主角 《约书亚》 《约书亚》 《以色列》 不是啊 你如果刚才有留意 听 不停重复 即如果你从电影的角度 你要去拍这一幕 主角一定是约柜 是吧? 第三章说 你和约柜要相隔2000爪 大概一公里 已经将群众和主角分开了 要你看到 喂 谁带领 是约柜 跟你说不可以那么近 那些水什么时候分开 是抬约柜的祭司 脚入水 接着水流就从上而下分开 下的继续流走 在亚当城 树立城旅 接着全国的人民过约弹河 其实是完了 但不是啊 第四章告诉你 主角未走 主角仍然在河中间 所以约书亚要派12个人回去 拿石 拿完石 约书亚还要把12个石放在那里 接着还要描述那些台药柜的祭司 那些脚掌一搭干地的时候 接着河水 才涌回来 弟兄姐妹 为什么约柜 是主角 姜聪说了 你都会想到一点都不难回答的 就是约柜代表上帝 代表上帝的同在 我们经常说上帝是无形无体 Invincible 那我们怎么可以visualize这件事呢 就是用一个实体的约柜去 让人看到上帝的presence在这里 纳石维基 那纪念些什么呢 当然是纪念以色列人过约弹河 但讲得清楚些 是纪念上帝使以色列人越过约弹河 你看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节 他说的是当帝时有人问 这些石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你要怎么回答 是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面前使河水干 是耶和华 好像就如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从前在我们面前使洪水干 是见证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是叫你们天天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所以整个纳石维基的主角的中心 是上帝 是耶和华 是他的大能 是他的看顾 不是纪念约书雅的丰公伟迹 不是纪念以色列人多同心 不是 是单单纪念耶和华的看顾 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庆祝生日 有些人很喜欢的 我知道有些人一生日就请假 那些叫birthday leave 除了悉 leave 有birthday leave 我们永恒的Glander 生日日便会买礼物给自己 他另一份礼物 通常什么时候买给自己呢 就是耶和华的生日 就是圣诞节和他自己生日 他就会买两份比较贵的礼物送给自己 这个我觉得是他不想自己花这么多钱 坦白 其实我是一个不是很庆祝生日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从小到大没有人和我庆祝生日 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家是一向都没有这个习惯 极其量就是夜晚 记得你生日了 下去吃餐饭 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原因 因为我生日的日子正正在考试 所以没有同学和我庆祝的 因为没有庆祝的缘故 这个习惯到我大过了 我都没有庆祝生日 或者我刻意不告诉别人我生日 因为有人和我庆祝 我觉得很尴尬的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 就是有些 不是啊 我知道我们有些很有趣的弟兄 他说我生日了 回来和我庆祝 整个月和我庆祝 我生日月了 我不讲哪个了 我不知道你们猜过和我想过 都不通 我想表达些什么呢 我以前很面目的 但其实现在也很面目的 我经常觉得 为什么要庆祝生日 生日有什么庆祝呢 庆祝你一年没死而已 你一年没死又有生日了 你什么做过都没做过 你都会生日的 你没死就可以了 但是呢 今天我悔改了 我觉得是要庆祝生日的 为什么 第一 因为原来一年不死 你呢 都是一些成功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想过一年不死 其实是一个成功 现在在你身边有很多人生病 好了的又有 你知道过了新的也有 第二 我想当我们庆祝生日的时候 其实重点 主角不是生日的人 而是你在他的生命里面 你见到上帝如何保守他 如何保守他这一年 仍然平平安安可以庆祝生日 这一幅图是我们一个弟兄姊妹 今早去西贡一个沙滩里画的 在一个小组里面 传了出来 我就说喂 传给我 我想用来用 所以我们要庆祝 Light Church的一岁生日 不是因为我 不是因为我们 不是因为Glander 而是因为上帝保守我们 我们过了这一年 很重要的 是要庆祝的 原来唐庆 我经常想简简单单 随便报告的时候 出一张power point 说我们一岁了 然后多谢主 然后下个星期就完 但不是的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庆祝 这是一件大事 我们要记住这些事情 因为 为什么 下一张power point 会说 我希望每一年我们生日 除了想买什么生日礼物 送给自己的同时 生日的人真的要想一件事 就是到底对上一年 上帝有没有带领你 有没有保护你 以至你今天可以庆祝你的 不知道第29、30、31 Glander多少 不说了 就是庆祝你那个岁数的生日 其实真是恩典 第二 我很想和你看一下 纳石遗迹的时间 大兄姐妹 你记不记得 刚才说什么时候 以色列人纳石遗迹的? 不记得 不要紧 正月初十 其实日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一过了河 在第一个扎营 安营的地方 就是吉甲这个地方 纳石遗迹 你见不见到十二支派的版图? 很大很阔 一路北去到过了加利利海 南的去到过了死海 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喂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呢? 那些续世纪念碑 那些孙中山公园 通常是等那件事 或者等那个人 完结了 死了才立的? 但这里纳石遗迹不是 是在所有战争都未正式开始的时候 只是过河 第一步 就是纳石遗迹 为什么? 我们经常觉得纳石遗迹 就是以死为监 或者提醒我们过往发生的事情 原来不是 在这里纳石遗迹的意义 不是只是纪念 弟兄姐妹 在攻打加南第一场战 亦都未开始的时候 纳石遗迹 是要给以色列人 有一个icon 有一个token 让他们看到有力量 继续向前走 我想你们看这一节经文 在第三章当上帝和纳石遗迹说 你要带以色列人过约大河 接着纳石遗迹就和以色列的百姓讲的时候 是讲这句话 以色列就和百姓讲 他说 你们因这件事就知道永生的上帝 The Living God在你们中间 他必从你们赶出迦南人 客人 欺美人 给你洗人 格拉 格卡杀人 阿摩利人 耶布斯人 看全地的主 The Lord of all the earth 的约柜必在你面前过去 到约但何那里 这两个term 永恒的上帝 全地的主 讲我们信的神 是一个超越地域和时间的主宰 很大分别 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们纳石遗迹 不是只是纪念发生了的事 亦都是提醒那帮以色列人 昨天陪你经过约但何的上帝 今天仍然与你同在 他明天仍然在你们中间 你想想 如果不是 为什么要这么早纳石遗迹 不如先完整 打完 分好了 最后就按个纪念碑 去纪念这件事 不是的 约算纳石遗迹 正正正 就是他们开始打仗之前 过了河 上帝做了一件大事 接着让他们每一次 就回到吉甲这个地方 在那里成为他们再出发的一个基地 纳石遗迹在吉甲这个地方 吉甲是一个什么地方 吉甲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我想你猜到了 他一过河就去到 那里没有人防 或者是平原 不是一个城市 不用打的 你白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亦都根据一些圣经的记录 你见不见到吉甲的字圈是什么色 白色 其他一些实心 为什么呢 因为吉甲是从今天历史考古 都不是很肯定向哪个地方 由此可见 吉甲由头到尾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城市 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可能是郊区一片空地 以色列人第一次在一个安营 之后其实都没有建设成为一个大城市 但是在整个约书亚记的技术 每一次打仗 吉甲就是他们的base camp 有什么事回到吉甲 有什么事在吉甲谈 就算完了 分地给某些支派在哪里做 在吉甲做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是纳石遗迹的地方 直至过了几百年事实的时代 去到撒母尔这个人物 吉甲仍然是他每年都会去 在那里工作 在那里去审判以色列人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以色列是在吉甲 吉甲这个地方去建立以色列王朝 他在那里高素罗为王 如果那里不是一个大城市 为什么要回吉甲做这些事呢 可能到撒母尔的时代 吉甲也不是一个大城市 因为到现在找不到 为什么要回去呢 因为那里的属灵意义很重要 属灵意义很重要 我不知道Light Church会不会要搬 或者将来我们搬去哪里 但是如果主要愿意 我们仍然可以上回英光大厦十楼 仍然我记得 一年前在那部链的位置 地下有个十字架的水印 那个是我们的吉甲 弟兄姊妹 我们仍然要回来 因为上帝就是带我们 走了第一段路 去到最后 想和你看一下 纳石维基这个技术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鼓励你看圣经 看慢一点 看多几次 你就会找到我找到的东西 有很多时候 我们看完那段经文 就记得它过去了 就是这样 纳了十二架石 如果你记性好一点 你记得有两堆石就是这样 但是你留意一下它怎么写这段经文 我不逐段读了 但是你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很特别的 而这四段经文 好像在重复着 我还在这里 我给一点点空间 去看一下 开股 很多前面 很多面前 很多面前 不停讲 在哪个 在前面 哪个 在前面 面前和前面 原文是同一个字 真的在讲一块面 在你的面那里过去 或者这样讲 in the sight of in the presence of 你留意下 你留意下 我降低那些字 严格上来说 在故事里面 可以是多余的 你没有了 那个降低了的字 仍然通信的 我举个例子 你们要过去 去到约旦河中间 按以色列的支派的数目 拿一块石 行不行 行 它说要去到耶和华 你上帝约柜的前面 in the face in the sight in the presence of 耶和华的约柜 这段经文这样写 这样去表达 它想代表些什么呢 不只是以色列人去到耶和华的约柜 你看看第十三节 不是 第十一节 全体百姓过了河 耶和华的约柜祭司才过去 去哪里 去到百姓的面前 在讲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或者我这样演绎 在这个经历里面 这个技术里面 就要告诉后世的人听 告诉人知道 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的约柜 与耶和华这个上帝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一个关系 到底约柜有什么意义呢 刚才我们第一个都说过 就是约柜 就是记载 就是代表神的同在 是吧 但是约柜 这个约字有意思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柜 原文这个字 或者这个字 英文的演绎也很清楚 The art of the confidence 在讲的是纳约的柜 你看到第十六节那里写法柜 The art of testimony 都是在讲的是同一个柜 不过耶和华用了第二个字 法柜和约柜分别是什么 约柜就是纳约 纪念的约 法柜就是在讲里面的条文 那个law 那个律例典章 那些规则条款是什么 原来当以色列人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走过 是一个重新纳约的行动 不是再纳约 是再一次申明 我们跟上帝有这个纳约的关系 约已经纳了 之前已经纳了 但是到了这一刻 我们重新提一提这件事 让那些人知道 当我们过了约弹河 纪念神的保守 我们明天要确保 上帝仍然在我们中间 但是今天 我们要按照神的约 在神面前好好生活 很有意义的 如果你这样看整段经文 上个星期报告的时候 讲过NT260 是什么呢 是不是260元台币呢 不是 其实如果是也挺好的 NT260是一个 新约的读经计划 总共新约有260章 那我们就会 未来提出 弟兄姊妹 我们用半年 28个星期 去读完这26章的 260章的新约圣经 长情会迟些说 我只想告诉你 我们真的要读圣经 我发觉 有一件事我做得不好的 我想由去年一开始 不停就叫你读圣经 读圣经 但我没有一些计划去帮你 或者我没有鼓励你一起读 为什么今次要做这件事呢 有人就会说 读生日这么长 不如只是读犹大书 我们整个读经日 最多上午就读犹大书 下午就读哪一卷 肥利门 都是一张加一张 起码有些成就感 我一日读完两卷圣经 但我觉得 容量我这样表达 我们时间不多 我们有得做 就要做好些 有得做就要做长些 我是很想和弟兄姊妹 你一起去建立一个读经的生活 每个礼拜读十章圣经 不只是读 我亦希望有些聚会 可以帮助你去想想 那段经文 或者那十章经文说什么 以至你容易入脑 不是看完就算 那会有一些的读经会 定期举行 每个礼拜举行 希望社交媒体 可能开到一些群组 帮助你可以分享一下 鼓励一下 聊聊天 由五月中 到十一月 这二十八个礼拜 我邀请你和我们 我一定会读的 读完这二十八个礼拜 读完二百六十章的新约圣经 一齐是很重要的 一班人是很重要的 你自己读一读一读就脱了 但如果你参与这个计划一起读 你可以跑回这条数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好 接着 跟你讲另一个纳石遗记的故事 你记不记得圣经还有哪里讲纳石遗记 可能你第一个感觉 不是讲一个就够了吗 你竟然讲两个 有没有搞错 其实是后几章 我想你看一下这个图 你看一下 其实当以色列人在过了吉甲 在那里安营 去打耶利哥 打圣将 你都会记得 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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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的 节奏 就是七个祭司抬着七个阳角 就围着耶利哥走七日 每日走一次 最后走七次 接着第七日一起大哀 接着城墙就倒了 很厉害 很glorious 接着去到第七章 就讲去攻打艾成 我想跟你讲这个故事 探子就说 那里太小了 不用所有人去 你派二三千个人去 就能够攻打艾成 因为那里人少 结果以色列人是赢还是输 打输 派了三千人去 结果在三千人里面 有三大人死了 有三十六人阵亡 接着输了的时候 他们就想到底错在哪里 我想很多人 当读到这一段经文 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驾傲 想着自己很劲 所以就很快搞定 结果就低估了 艾成的实力 其实不是 你留意一下经文 经文在讲 当中有一个人在里面犯罪 那个叫阿干 阿干在耶利哥的战役里面犯罪 他就是攻打耶利哥 上帝说所有东西都要烧 要扔 要灭 他说有些好东西 他留一点点给自己 结果去到第七章 第25、26节 找到阿干犯罪 找到他出来 接着就要处理他 这个处理是怎样呢 于是众人就用石头打他 用火焚烧他们 把石头涌在其上 众人在阿干身上堆了一大堆石头 直传到今天 到底知道没有 你看到其实是另一个垃石遗迹 一大堆石头 这次不是十二个支派 每人派一个人拿一块 不是 是以色列众人 一样都有那个字 就是直传到今天 为什么要说直传到今天 就是希望当你看到这堆石头的时候 你同样想起以色列人曾经打败仗 不是因为他们骄傲 不是因为他们走那条路错 而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轻视这个约 有人轻视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为什么经常要逼你看圣经 第一 这是教会要做的事 但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读圣经 我们认真去看 认真按圣经生活的时候 我们才长治久安 或者我们才不会得罪上帝 弟兄姊妹 很想用刚才那首回 刚才第三首诗歌 我们一起去安静去思想 tha 可爱 残酷晚 有你 我生命不一样 有你 我生命在岩 nak 有你 我不害怕困难 有你 我要满足的喜乐 我在神处里求告你 你在天上听我祷告 你是我天故必难受 我赞美你知道永远 太阳还在 月亮还在 仍有尽为你知道完美 我从前 风吻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在刚才的敬拜 在刚才的游戏 在刚才的见证里面 我想不同的弟兄姊妹 都说了很多Light Church 发生了的事情 我不知道现在POWER POINT 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有份参与 又或者你都记得 会不会你是其中一个去CAM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回过来大素权 你有没有一起参与那七次的报道会 在那六十多公里的环岛行里面 你有没有陪我们走过一段 为什么要去回想 其实这些每一件事都是我们的石头 我们要紧紧地握住这些石头 不是等一天一日 我们可以告诉别人 我们当时多厉害 我们几个弟兄姊妹 就搞了一间教会出来 弟兄姊妹 当我自己去预备整个崇拜 去想回过往一年的时候 其实哪是我做的 我根本就不懂做教会 是上帝教我们怎么去做 当搞了第一堂崇拜不够 就搞第二堂 当你看到弟兄姊妹 最近情绪不行 就试下搞个PRAY PRAY 我们都不懂装修 有弟兄姊妹愿意帮忙 我们都不知在哪里找到一些灯 有教会说他用不完 可以给我们 到底我们今天庆祝的 是庆祝我们的能力 还是单单回顾上帝过去一年 不要停止的供应 当我们觉得不够人的时候 当敬拜队带到每个礼拜都是他 他连续三个月不能休息的时候 有其他弟兄姊妹起来 愿意帮忙 也有本来不是回Light Church的姊妹 今天还在弹琴 这是什么 恩典啊 你看到每一件事 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故事是见证上帝如何帮我们 横过了约旦河 未来我们不知是否要打耶利哥 是否要攻打艾成 但我们未来仍然要走的路 是这一点一点的东西 告诉我们上帝仍然在我们中间 我们是这样走第二里路 也都透过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和上帝的纳约 我们不是要数算我们的能力 反而我们要读好我们的圣经 好好地在上帝面前 谦卑的生活 但兄姊妹 纳石遗基的意义在这里 我不知道你现在身处的地方 方不方便 如果可以的 我邀请你都一同喜 我们一起开声 借着这首诗歌 去送给我们的上帝 有你 我生命不一样 有你 我生命再燃了 有你 我不害怕困难 有你 我要满足的喜乐 我在 身处里祝告你 你在 天上 听我祷告 你是 我坚固 必然说 你是 我坚固 必然说 我曾 美 你 直到永远 太阳 海深 月亮 还在 仍有 尽 为你 直到完蛋 我从前 风温有你 再我今眼看见你 太阳 海晨 月亮 还在 愿又 今未 已 直到完蛋 我从见凤凰有你 现在我今眼看见你 太阳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人要敬畏你 绝得完蛋 我从见凤凰有你 现在我今眼看见你 我从见凤凰有你 现在我今眼看见你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我多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过了一年 这一年是一年很特别的一年 也是很不容易的一年 因为我们不知怎样开始 这条路没走过 但是你自己的恩典 你的手引领我们 去到今年的4月2日 我们可以在这里仍然有崇拜 仍然在这个讲坛里面宣讲上帝的信息 仍然在这里聚集一帮熟你的人 去敬拜 去听道 去聆听你自己的话语 主我求的是你帮助我们 我们未来的路是怎样 不知 会不会真是 我们可以走多久 我们真是不知的 主 我们只是求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全敬畏的心好好地在你面前生活 好好地读你的话语 好好地去敬畏你 而过我们每一日 求你与我们同在 请弟兄姊妹举手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天父的慈爱 愿耶稣基督的救恩 愿圣灵的感动提醒 常愿我们同在 从今直到主回来的日子 我们一起说 圣灵 请敬拜队 我们还有圣餐的时间 圣餐是经过我们一群弟兄姊妹去想 去商议 从今天起 其实之前都已经说了 我们的圣餐是欢迎所有已经清楚得够的信徒 我们一同领这个饼和杯 但我邀请你会用一段时间去安静 去蜜土 去省察自己的生命 稍后我们一同领饼和杯 我们有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安静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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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将来你仍然与我们同在 亦都提醒我们今天要好好过一个立约的生活 求你就是这样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祈祷奉主明求 Amen 今天要代祷的事项 你看到这幅PowerPoint 就不是我们那张 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们平时建开的那张 很想我们代祷的地方 就是为Light Church祈祷 我想我都不用再解释了 你觉得我们有什么需要 你想我们代祷的 就用以下的一分钟 你去为教会祈祷 是 主当我们想起Light Church 可能很多人想起的就是英光大厦十楼 想起的就是这个港台 想起的就是有人在港道 一个熔熔烂烂的墙壁 但是主当我去想起Light Church的时候 我不是想起一个建筑 我反而就是想起我们那幅图画 就是好像光旅行在这个城市 因为这个城市需要光 所以我求的是你不是叫我们这个地方 越来越漂亮 或者我们做的硬件越来越好 我求的是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 越来越像光 越来越像炎 越来越有影响力 越来越 不只是坐在自己的位置 而是我们懂得旅行 我们懂得把这个炎味 将这个光带到没有光 或者需要炎的地方 所以我求的是你祝福教会 并不是我们的设施 并不是我们的硬件 并不是我们有些什么 如何可以表现再好一些 而是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 叫我们在你里面可以扎根 以至我们可以结果 而这些果子不单止是令到自己可以成长 是令到身边的人都得福气 我想这个亦都是你 当时很久很久之前 你呼召阿巴拉罕的同一个的应许 就是你要成为万国使人得福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要学习的地方 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明求 Amen 新的一年有新的PowerPoint 有几个简单的报告 第一就是受苦节的崇拜 记住是星期五 4月15日晚上8点 我们定是8至10的 那你也要预长一点 因为想有些时间给你安静 希望你同步参与的同时 找一个安静的环境 我下个星期会再提醒你了 第二 晨学101有两个的提醒 第一我上次说错了是星期二 其实是星期四来的 那你记住是星期四 第二就是我对上一次看 就上余十二个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那十二个搬石头 那个去搬石头 忘记报名 现在就是欠你那十二个了 那你快点报完名 那我就可以关掉这个文件 就好好去预备 就不用再每个星期这样讲了 第三就是都想跟大家讲一下教会的财政预算 在过往的一年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又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就没有计算的 那时候又没有税务豁免的各样东西 所以弟兄姊妹 你有心的你就奉献奉献奉献 那我们就没有 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预算 那我们按照我们需要的心态或者决定去用我们的钱 不过我想你看到我们 你都知道我们不是那些大花童的群体 如果大花童应该多花几十万的了 最少所有东西都找人弄的 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弄的 那刚才你记得Roy刚才也讲过 他回来那晚我们一起装电制 为了省一万元 不是 为了每个电制省八百 那我们装了十二个 即是九千六 为了省九千六 那三个弟兄在这里做了几晚 做到四点 我老婆打给我 你去哪 我心想还可以去哪 那当然在教会 难道我去了玩吗 我老婆是关心我 所以她这样问我 那未来那一年 我们就会做了财政预算 那里面的内容呢 就大概会 cover我们的租金 也都有同工的薪酬 那这里写着三位 其实我们预计了 我们做的预算是有预计 我们请到一个同工的 那也都因为在过往上帝的带领 我们又在海外的宣教士工有参与 那参与除了身体力行之外 那我们还有经济的支持 那也开始认识了很多本地的方式工 或者我们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奉献到神学院 做了很多奉献到一些圣经翻译的机构 其实我也鼓励你多些去光顺那些圣经翻译的机构 你想想 一本圣经是多少人力物力 用了多少钱 它是永远围不到本的 就是圣经翻译这个行业是注定蚀本的 因为你有一个招牌 你就可以招牌招牌招牌给其他人 所以我觉得 就是教会是需要去服侍这些的机构 也都我们做了很多就是本地的 派贩 贫穷的人的一些事工 那这些呢 我们都全部都计算在预算里面 那我们粗略预算呢 25万8千就是我们每一个月奉献的目标 做到宣教同分的事工 我这样说不是告诉你 我拆不了这个目标就不做 不是 拆不了也会做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那种 傻傻傻的勇气 总之先做了 不够就上帝会给的了 亦都要强调在过往来说 上帝是一直给我们教会有 比足够的 只不过都要告诉你 我们未来的期望 我们的预算会是怎样 以下是奉献的安排没有改变 奉献的建议也没有改变 如果你今天在某些特英姊妹家里面开组 我邀请你完了的时候 不要马上吃饭 你用半个小时 不如讨论一下今天听的道 看看会不会对你的生命 都有一些提醒 原先你可能听我们都说了 会有个分享会 其实分享会的内容 经过我精心的设计 已经散发在整篇道 以及刚才的报告那里 所以今天是没有分享会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崇拜就来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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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